台東縣的兵茂部落日前是爆發了 蝸牛小米粽的食物中毒事件 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那麼衛福部昨天中午就公布說 確認在粽子的食魚檢體裡面 驗出了含有高濃度的劇毒農藥有機零託服鬆 那麼機關署今日表示 目前是已經分送人體檢體到台大法醫所 還有北榮的毒物中心來檢驗 那麼根據台大法醫所的回報 收件的8名個案的協議檢體 都已經驗出含有托福鬆 機關署副署長羅一鈞指出 目前分送人體檢體、血液、血腥 還有尿液至台大法醫所 及北榮毒物中心檢驗 最新的進度是台大法醫所回報 收件的8名個案、血液檢體 都已經檢出有機零托福鬆 與食藥署食魚檢體檢驗出托福鬆的結果一致 羅一鈞也說明 另外外界曾經懷疑的巨乙拳 台大所收件的8名個案都沒有被檢出 而對這起下毒食物中毒的事件呢 聖障課的遺食江首山就點出了一個恆大的疑點 他認為說這起事件原為下毒的可能性很高 肇事的蝸牛小米粽 被驗出劇毒農藥有機零托福鬆 主要是用來防治地下害蟲 2014年起法令限制 只能使用在柑橘、香蕉、甘蔗等作物上 而且不得噴灑使用 農民業直言如今已經是很少用了 不過根據三立新聞網報導 江首山醫師就表示 這次的案件跟保齡中毒案明顯不同 保齡案的受害者是不特定的族群 但是這次的蝸牛小米粽事件 受害者都是同一個家族 因此他認為有人針對性下毒的可能性比較高 毒物專家指出 托福鬆有兩種解毒劑可以使用 如果好好救的話 應該可以救得回來 毒物專家楊振昌指出 托福鬆等有機零農藥中毒 目前臨床有兩種解毒劑可以使用 分別是阿托品以及巴姆 阿托品是試症狀使用 而巴姆則是跟時間有關 如果超過兩天再用的話 效果就不是很好 嚴重症狀的人也會同時使用 而楊振昌表示 有機零農藥大多是屬於高毒性 托福鬆目前也只限用於少量作物 像是柑橘等等 一旦有農藥殘留 如果在表面還有機會可以清洗掉 但如果在食物內部就難以清除 經過烹煮也無法破壞 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發生在二零一九年的台中母子三屍案 一名男子陳嘉宏 他狠心殺害女友和一對雙胞胎嬰孩 一二省都是判他死刑 但是跟一省改判他無期徒刑 全案再上訴 最高法院昨天駁回上訴 判他逃死定焉 陳先生你為什麼要殺害他們 無子三人啊 為什麼那麼狠心 面對記者提問不乏一語 台中這名男子陳嘉宏 四年多前狠心掐死女友 在悶殺親身雙胞胎兒子 更一省從死刑被改判為無期徒刑 昨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陳嘉宏逃死定焉 姐弟小子都殺你 你會後悔嗎 回顧案情 2019年11月陳賢公稱 偷看女友的手機之後 認為他和別的男人有曖昧 一氣之下活活掐死女友 雙胞胎肚子餓哭鬧時 陳賢認為小孩以後沒人照顧很可憐 竟將孩子放進洗衣機裡悶死 一二省陳賢皆被判處死刑 但更一省改判無期徒刑 昨日最高法院更駁回上訴 並指出陳男稱自己犯案是因為罹患 適應障礙證 最高法院也認同 因此維持更一省法院見解 駁回上訴 讓陳男逃死定焉 那麼死刑到底是應該要繼續存在 還是應該被廢除 其實一直都是社會很關注的議題嘛 那麼司法院的憲法法庭今天下午3點 就要針對有37名死窮 申請的死刑存廢事件案來宣判 而這個案件也就引起了很大外界很高度的關注 不過對於判決的結果 罰件人士就預估說 雖然有很多種可能 但是應該會以核限但限縮適用的可能性最高 本案由37名死刑定焉的死囚提出申請 包含70歲的最老死囚王幸福 唯一女死窮林餘汝等人 主要徵典包括作為法定刑之一種的死刑是否違憲 如果認為死刑制度核限 得適用死刑的犯罪類型 還有適用死刑的刑事被告範圍有哪些 那麼由於15位大法官中 有三人曾經參與過案件的審理程序 或是擔任過辯護人 因此需要迴避 所以本案是否違憲 僅需要12位大法官過半數 也就是7位大法官就能夠做出決定 而對於本案判決可能的結果 律師認為做出核限但限縮適用的可能性最高 針對費子議題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表示 死刑不能讓逝者重生 但是廢除死刑 卻讓活著的人無法好好活著 吳宗憲呼籲 只要還有兇殘至極的暴力殺人罪犯 死刑就必須保留 大法官應該做出符合正義的判決 死刑核限是我一貫的主張 它的意義在於因暴主義 犯罪防禦安撫人心 吳宗憲指出 殺人就是一種無視生命權的犯罪 強行剝奪他人的生命 死刑有沒有威嚇作用 從那37名死刑犯提示線怕被執行 就可以知道答案 吳宗憲強調 死刑的存在會讓殺人犯罪有應得 永遠隔離於社會 人民就不用擔心害怕 死刑並非為了殺人償命 更不是報仇論 而是為了填補公平正義而存在 若是人民的安全沒有獲得充分保障 貿然廢除死刑 只會引發更多的不安全感 我真的不用擔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